而整个案子确定没有更高层的人是摄入吗 那么整个案子爆发以来 有一连串的人跳出来指控 甚至周刊也有多次爆料 说可能有其他的共犯或者是党政高层介入 那么其中被点名最多次的就是副总统吴敦毅了 不特征组始终没有约谈过吴敦毅 也没有进行任何的搜索动作 不在这一次林毅市案的起诉书当中 不只是一次主动提及说 这个案子是没有党政高层摄入的 那么还在着强调这样的一个重点 司改会的律师就质疑说太不合常理了 说这样的起诉书 仿佛是特征组替吴敦毅在澄清的新闻稿 是随意还是刻意 林毅市起诉这一天 吴敦毅闪到南投跑塌 但远离司法风暴 还是躲不过尖锐提问 请教一下很多人说林毅市的起诉 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曾经被扯入林毅市收回案外案 这回吴敦毅很淡定当作没听到 顾着跟民众挂甘警 殊不知远在台北特征组 口口声声也都在强调 没有高层这号人物 并没有媒体所致测 说所谓有流入高层的这个情况 所以也没有说 故意不向上发展的这个问题 再仔细看看特征组 请诉林毅市的文本 不止一次出现党政高层四个字 其中问语答还针对吴敦毅到底 我们到中刚和董事长周若琪密会 看到没特征组特别用黑色粗体字 解释说民进党人士洪志昆的脸书爆料 查无实证 所以不调查 判定没有查到任何党政高层涉入的证据 应该是他这样讲 好像不需要用到 说叫做绝无党政高层涉入 他请问一下如果有新的证据浮现 你们是不是还要这样说 那这样说适合吗 我们可以在立法院里面特别设立一个 林毅市贪污案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来做调查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特征组现在目前已经沦为 这个执政党 在操控我们司法的一个工具而已 台联党团提案寄出国会调查权 在野党的政治动作 对照特征组破天花邦 吴敦毅频频频解释 林毅市案件有没有高层涉入 似乎此地无垠三百两 三立信用白书画林建宏 邱里红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而且呢这个检方还认为说呢 这个相关有拿一千万的那些人 也是不知情的哦 好原本传出啊 这行费的定用公司副事人陈启祥 跟副总统吴敦义的大装脚 吴门忠 他们是亲家 这个案子有可能上达国民党的党政更高层 可是呢从这个起诉书里头就指出 说陈启祥呢 付给这个吴门忠的同居人陈连珠 还有林毅市的庄角郭仁才 这两个人各一千万 不过呢 其诉书就是说 他们两个是不知情的介绍人 不知情的介绍人还拿一千万吗 然后其诉书还说 那接下来吴门忠呢 跟陈启祥之间是没有不法的金钱往来的 等于也间接说明说 这边都叫做不知情的介绍人呢 更何况是吴门忠这边呢 更何况是副总统吴敦义呢 那么这样的一个写法继续带你来看 林毅市被起诉了 当初被指称疑似涉案的副总统吴敦义 大庄叫吴门忠 家门还是深锁 吴门忠的姐姐情绪还是很激动 说事发后 吴门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起诉书给了吴门忠清白 说帝永公司负责人陈启祥 和同居人陈采梅 跟吴门忠及他的同居人陈连珠之间 只是单纯的请家关系 当初陈启祥透过陈连珠 认识了郭仁才 在认识林毅市 因此陈启祥给了两人各一千万元 但却说他们是不知情的介绍人 等于间接说明案子跟吴门忠无关 更不可能和副总统吴敦义有关系 虽然检察官认定吴门忠没有设案 但一整天吴门忠还是神隐起来 邻居说过去就不常见到吴门忠 而自从被卷入林毅市案后 吴门忠更少回家 如今案件癥结 特征组帮吴门忠撇清关系 邻居开玩笑地说 吴门忠总算可以回家了 三连新闻张忍至邱里红南投报道